欢迎回到麻辣下午茶 那么今天呢还是非常开心 请到了海之地赫藻糖胶的华人部经理 Henry陈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海之地赫藻糖胶的一些 非常好的产品 另外呢也要告诉大家 有免费的书籍要送给大家 Henry你好 对我今天特别带来Bin Day Bus 我们的这个立川大街的医生 他是我们日本的咨询医生 刚刚有提到他当初在日本 怎么做研究 去研究冲绳地区的饮食习惯 发现这个Fucoidin这个成分的效果 然后还有一些临床的案例 都在这本书里面 因为其实呢 当病人呢 他被诊断出他离患癌症的时候 他其实会心中会有很多的 这种孤单感 会觉得说 其实现在其实离患癌症的病人蛮多 但是有时候觉得说 为什么会是我 那总是会心慌意乱 有时候看到这些书籍呢 会比较能够了解说 其实呢循序渐进的 听了医生的这个安排指示 然后呢其实是有很多的实力 可以帮助大家给大家希望的 抗癌其实是 你完全不用这么孤单的 对你越了解癌症是什么状况 你越了解把它视作一个正常的 正常的一个疾病 不要去特别去恐慌 因为有些病人其实他不是因为病情而走掉的 而是真的心理上面的压力都有 那这怎么去调试其实很重要 对所以怎么样才可以获得这个书籍 其实非常简单 就要打电话给你们对不对 1888482588 很好记哦 所以呢如果说你觉得你自己本身有这样的需要 或者说你的家人可以说看看这些书 得到一些资讯的话 也许心情上会能够更正面一些 但是呢其实对于很多 尤其是有这个癌症病人的这个家庭 家人来说 很希望能够帮助他们 尤其有时候在这个病人在度过这个化疗过程的时候 就是说看他们这样真的很辛苦 那赫藻糖胶其实是一直很好的一个成分 对不对 但是海之地的赫藻糖胶呢又特别的好 为什么呢 除了我刚刚所说的这个研究的历史之外 那我们也是第一个其实在做这方面全面的研究 赫藻糖胶怎么去帮助 怎么样子的配方 怎么样子的搭配对病人是最好的 那在2000年产品出来之后 其实它的配方就一直都没有改变 因为这个成分配方在出来之前 就已经经过相当的临床的应用了 那效果上非常的好 你们听到了很多一些案例 就是效果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对这15年来当中 每一年我们都会集结我们的用户的这些见证案例 那最主要也是给病人 就是给病人去分享他们的情况 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他们都想要看看不同的 类似自己的状况 那怎么去帮助到他们 怎么改善的状况 那这些我们每年都有几节相关的案例 那我们也有这个粉末胶囊跟液体 那在制作上面其实是针对性也会不一样 那市面上其实在我们之后 其实有很多的这些厂商都出来 包括我所知道台湾的政府 台湾的农委会他们也在研究 因为这个鹤藻糖焦 大家都发现说这是一个非常天然 但是呢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抗氧化的一个成分在里面 但是我们在日本的研究所也有研究这市面上的产品 如果一般在正常人使用是达到保健的效果是一般的产品都OK 但是如果是针对重症患者来讲的话 我们就要特别小心 因为给重症患者服用的这个营养补充品 它的这些在萃取技术上面的杂质的厘清 跟这些像海藻类的钠含量点含量 这些杂质的厘清 对于病人来讲就会要非常的注意 因为有些那个没有厘清干净的杂质的话 对病人没有帮助反而会有害 会有负担 对那另外来讲就是它的纯度的萃取技术 因为有些产品可能是直接研磨 那越来越多的产品都打着赫藻糖椒加其他的配方 其实赫藻糖椒是主要去帮助病人的这个主要配方 怎么样把赫藻糖椒做到最好 是我们的宗旨 那这样子的香橙配方 其实在我们产品出来的时候 它除了两种的赫藻之外 它还加了巴西蘑菇湿菌 因为在96年到2000年的时候 在临床应用的实验上面 我们发现说这样子的配方对病人的 不管是哪一种癌的肿瘤上面的效果都是最好的 Eric非常谢谢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那么其实海之滴呢 这么多年来的这个努力还有研发呢 对于很多重症病患都有很多的帮助 那么也是幸运招牌啦 所以呢真的不需要担心 那么也非常谢谢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如果想要更了解一些关于这个抗癌的一些实证的话呢 也赶快打电话给海之滴 1888-482-5888 跟他们说去免费的书籍非常的有用 非常谢谢您 谢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过后马上回来